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到了吴立中眼科医师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到底肝眼症是什么 对人体又有什么样的伤害 吴医师你好 你好 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肝眼症好吗 肝眼症 不像我们嘴巴肝 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 所谓肝眼症呢 基本上就是 肝眼症有两种 应该这么说吧 一个就是眼泪产的太少 产量太少 就是有可能是因为 水喝的不够多 有可能是因为吃药 高血压的药 糖尿病的药 这些荷利尿剂 这些药物造成的 OK 对这是一种肝眼 另外一种呢 就是眼泪蒸发得太快 所以肝眼症 基本上是有两种 那肝眼症呢 以前就像你刚刚讲的 以前都是老 中老年人才开始有的 现在连小孩子的 眼睛干的人都一大堆 我自己的病人里面 最年轻的四岁半 四岁半 对四岁半就有肝眼症 所以四岁半 两个小孩子 对两个小孩子 四岁半 然后都是整个暑假 玩iPad 玩到眼睛都干了 干了一塌糊涂 可是你刚刚说 其实肝眼症 不会有感觉 不是觉得眼睛干 才叫做肝眼症 对 其实肝眼症 它是有感觉 可是它感觉跟口渴不一样 肝眼症 它刚刚开始的时候 有时候你看东西 偶尔会模糊掉 你要这样的 扎扎扎 才清楚了 基本上那个可能 就是早期的肝眼症 这是第一个 那再过来呢 就可能会有 刺痛的感觉 好像有 尤其有些人 风一吹过的话 眼睛就开始流眼泪了 对 所以反而流眼泪 是肝眼症的一个症状 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我眯眯眼睛 就是在流眼泪 你还说我肝眼症 流眼泪 假如说你有两个情况下 第一个就是 什么样的情况 会流眼泪 就是你那个肋管 其实堵住的 塞住的人 有些人生下来 小孩子就是肋管 就是堵住的 那它这种肋管 堵住的这种流眼泪 它是跟哭的一样 从早一直流眼泪 流到晚的 你那个手上 要一直拿指一直擦的 那就是肋管 可能有问题 那你偶尔流 有时候流 有时候不流的话 那可能就不是肋管的问题 那反而是因为眼睛太干了 反而会造成肝眼 因为当你眼睛太干的时候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呢 就像你去切洋葱一样 眼睛被这个洋葱刺激到了 这个大脑会告诉这个 肋线产出一些反应性的 这所谓反应性的眼泪 不是这种基本的眼泪 这种反应性的眼泪 基本上它是不流在眼睛里面 会一直哭 会一直流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肝眼 那再加上你会怕光 有些人会特别的怕光 哇一出去太阳底下 受不了 或者是一些房间的灯光 他都觉得有点受不了 其实那个也是 有可能是肝眼 那肝眼呢 有分很多的 就是说早期的肝眼 当然也是比较严重的肝眼 那有些人觉得说 眼睛肝有什么了不起的 点点药涂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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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 就没事了 其实呢肝眼就是 我们这个眼球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叫眼角膜 眼角膜呢 外面呢 理论上面是一层眼泪 覆盖着它的 那这层眼泪呢 基本上它对眼角膜 从高度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看 它其实不是这么光滑的 它是里面很多 坑坑洞洞的 对那它需要这些眼泪覆盖它 让它成为很光滑 所以看动力才会清楚 那你只要眼泪一蒸发了 或者是眼泪产得不够的话 这些坑坑派巴就出来了 所以你去医生那边检查的时候 他常常会给你点一个 黄色的药水叫荧光剂 就是看看说你这个 这个角膜上面 这个坑坑派巴有没有脱皮 就像我们皮肤一样 会太干会脱皮 对所以这是 这是干眼这些 这个医生检查的这些方式 那这讲这个坑坑派巴 这个东西呢 大家觉得说 坑坑派巴有什么了不起啊 其实呢 这个干眼这个角膜啊 跟我们皮肤有一个 蛮类似的地方 就是当你皮肤干的时候 你会脱皮嘛 那脱皮你不理它的话 它可能开始会溃烂 开始会流血 然后到最后才结巴 角膜不一样 因为角膜它是没有血管的 所以它脱皮太久的话 它就直接结巴了 对那结巴的时候呢 看你运气怎么样了 假设你运气不好 它结巴刚好在正中间 瞳孔中间的话 你看东西 看东西就会模糊掉 或者是 晚上开车灯光就会散开 或者是看到光环这些东西 很多都是开始眼角膜 已经受损太久 开始结巴了 那大部分的话 那些巴是没办法去掉的 所以这变成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到 这个肝眼症年龄层 越来越年轻了 十几岁 二十岁肝眼的人一大堆 对以前大概二十年前的时候 要是发现说 你三四十岁眼睛干的 我们可能说 要让你去验个血 你可能身体里面 血液里面可能 你有发炎 或什么其他问题 现在不可能了 十几岁就已经有肝眼症了 太多太多了 OK可以治吗 OK 肝眼症几个方法治疗 最开始最轻微的时候 最早期的时候 只要先试试看 点人工眼泪 人工眼泪 或者是人工眼泪的药膏 药水会药膏 那你要是再拿个热毛巾肤 或者热肤带的话 这个也会有帮助 这是比较早期的 那久了久的时候呢 很多人这些肝眼 在自己家里面都试过 去外面买药试试看 就是点的没什么效的话 下一个呢 去医生那边看的时候 他会给你开一些药 那这些现在目前来讲呢 在市面上 在美国啦 只有两种药是 FDA通过是医肝眼的 贵的下人 对 一盒就是500块以上 对 所以那一个月要用一盒的话 你就知道这一年下来 六七千块 要是没有保险的话 六七千块就没了 所以如果今天我有肝眼症的话 我不是像antibiotics 我吃一次就可以 我就是一辈子都必须要依赖 这个 either是人工内衣 或是药膏吗 对 你要看看你的肝眼症的原因是什么 那你要是肝眼症的原因 是因为你平常都盯着手机看 水又喝不多的话 咖啡啊 奶茶这些喝一大堆的话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 你这是没法断根的 那你就这个药水 药水或药块 要一直这样用下去 那这是在医生早期 你刚开始看医生 医生可能会开这些药给你 再严重一点的话呢 就看你是肝眼是什么原因呢 就可能要把肝眼上面 放一个小盖子 把它盖住 让你眼泪 产出来的眼泪呢 可以保持在眼睛里面 久一点 多一点 那这是肋管放盖子 塞肋管 那再严重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羊膜 可以放一片羊膜在眼睛里面 可以让他眼角膜长回去 会恢复的比较快 这个羊膜就是从婴儿生下来 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羊膜 那现在呢 比较新的一个医法呢 就是所谓用这个 脉冲光这个东西 那我们知道说 脉冲光以前都是拿来做美容的 做皮肤的 换肤这些的 现在发现说呢 用了脉冲光以后呢 我们的内线旁边那些 一些堵住的一些脏东西 油脂啊 那些里面有些浓 甚至有些有浓的地方呢 用了卖冲光以后呢 那个地方都被软化掉 那就一下子就可以 把从内线里面把脏东西挤出来 挤出来之后呢 它里面开始以后产出来这个类线 就这个油脂的这些就变得比较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的内线理论上 就在我们的眼睫毛后面 上眼皮跟下眼皮的眼睫毛后面 内线产出来的这些油脂啊 理论上像橄榄油一样 应该是透明的 然后很干净的 那现在太多年轻人 这个挤出来是就像牙膏 或者是灰色的都有 那有些人又画眼线啊 这些东西常常脏 对 常常脏东西就卡在里面 那这些这个眼睛干的人呢 就是很多我们现在发现说 做了卖冲光之后呢 发现说这些症状 对 症状就减缓了 那当然除了这个好处以外 当然大家皮肤也变得漂亮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卖冲光 其实它是做脸部的一个雷射嘛 它可以把脸色去斑啊 然后你的collagen可以再重生啊 让你的皮肤更胖比面 那您刚刚提到了 我如果今天有肝炎症的话 如果我是早期的症状 我可以用眼药水来舒缓 对不对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 我们可以用卖冲光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治疗 或是解决我们的症状 我如果今天要用眼药水的话 我要用一辈子 那我要用 我如果今天做卖冲光的话 我是how often do I have to do it 还是我做一次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它刚开始呢 通常我建议我的病人里面 你要需要做卖冲光的话呢 你最好肝炎有超过六个月了 OK 就是说你药水药膏 你都试过了 对那当然是我们 很贵耶 一试六个月 对 可不可以一次就先来做一下呢 对第一次做卖冲光的时候 刚开始是个疗程 第一次是一开始要做四次 OK 那每做完一次 要等三到四个星期 才能做第二次 那第一次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效果不会那么显著 除了你当然脸上皮肤变好了 你的血半都掉了 那个是第一次就很明显的 就会掉了 那可是从眼睛的角度来讲 它干眼第一次不会进步这么多 最明显的时候 是从第二次开始 第二次以后 那个泪线里面那些脏东西 很容易就挤出来了 像我们病人 现在开始做的时候 都是第二次 第一次刚开始挤 那个东西还是很硬 因为在里面太久了 对 然后呢第二次开始就 效果就蛮明显的 就是很容易就挤出来了 那所以它一个疗程 就是做四次 OK 那就是我们大概前面三到四个月 第一个疗程做完之后呢 之后就得看你要怎么样去保养你的眼睛了 就看你手机呀 用的多不多 电脑用的多不多 白开水喝的多不多 那假如说呢 你要是都还蛮注重这些 这些就是保养方面的话呢 你每12个月是建议说再做一次 那可是你要是用的很凶很凶的话 可能六个月还要再做一次 可是它做一次后就后面做的时候 就是只要做一次就好 就不用再做四次了 OK 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说 I understand 因为其实我们都已经三十几岁了 你应该知道说 其实你看电视大概多久的时间 看手机大概多少时间 可是对于teenage 或是对四岁的小朋友来说 也有办法就是检查到他们的肝炎症 然后对症下药吗 这个习惯 当然是越小养成是越好 那很多呢 基本上都要看爸爸妈妈了 OK 因为很多小孩子四五岁 他根本不懂 那这些现在手机电脑 基本上就像是一个 Electronic Nanny一样 我今天出去小孩子 那我丢个手机给他 马上不哭了 对对 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 这段时间呢 又VSP又讲了一些数据出来 最大的保险公司讲了一些数据 全美国 有30%的父母 认为我小孩子 因为太小了 我再怎么让他用手机 再怎么样用电脑 是绝对不可能有问题的 有这么无知的父母 百分之38 怎么可能呢 我们病人里面都有 所以说很多父母的观念要正确 从小要养成小孩子这些习惯 让小孩子不要一天到晚盯着手机看 电脑看 那当然小孩子很多小孩子也不喜欢喝水 很奇怪 因为水没有味道 对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好像大家排 中间下课的时候大家排队喝水 因为我们的小时候呢 我们的那时候经济拮据你知道吗 喝不到汽水 喝不到饮料 喝不到奶茶 现在经济大爆发 怎么可能还喜欢喝水呢 对所以现在这个喝水习惯要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小朋友的眼睛呢 当然就要从爸爸妈妈开始顾气 可是如果到青少年中年甚至老年的时候呢 眼睛是自己的一定要自己好好顾好 如果你的眼睛有一点肝的症状 常常会流眼泪 见到光会害怕或是有风的时候呢 泪就流不停 我相信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找一个专业的眼科医师 好好看一下你的眼睛 到底是不是得了肝眼症 千万不要道听途说 因为眼睛是您的灵魂之妆 一定要好好保护 Stick Pa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